我在互联网上惹人厌 我想来想去 我觉得惹一部分的 某一部分的人的厌妇 我想去想去 肯定是有原因的 不会是没原因的 不会是没原因的 不仅仅是一个什么政治立场 他这些人没有什么政治立场 不是你什么都不是的人 你哪有什么立场呀 你立场你立在哪里 哥哥我没看见 你在虚幻空间里面 念叨一些什么什么符号 不代表你有立场 首先我不认为这是个立场差异 你知道所有立场人 都可能有一部分人会反感我 所有在互联网上宣称 自己是某一立场的人 都会对我有某种反感 那么我简明偶要讲了 就是说 首先是因为我们有 我们自身 而且这个自身是穿透互联网的自身 不仅仅我有我自己 我是实名上网的 我的互联网形象和我的人 在很大程度上是穿透的重叠的 是同一的 更不要说我们是一个经营性的 一个主体 一个市场主体 有文具店 有牛肉面店 有淘宝店 有这个公司 还有工坊 我们确实有我们 我们拥有我们自身 我们是有肉体的存在 就是相当于 这些都是孤魂野鬼了 比如说知乎里面 乱七八糟的评论我的人 都是孤魂野鬼 或者说 在外网的那些你懂了 比如说在什么马联网大群里面 激进分子 小激进分子 还是在什么大舞台上面 这群人 都是孤魂野鬼 他没有自身 没有实体 没有他自己 你在互联网上 你是啥呀 我作为一个对立面 首先让他们感受到的 不是我的 以某种方式在反对着他们 其实是我让他们感受到 一种穿透互联网的存在 是一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然后但是呢 他们的存在是 仅仅是在互联网里面存在 这不是说他在现实生活中 这个就是很具有典型性的 就是这些人到的线下 比如说跟我见面了 他那个现实当中 那个人本身 可能对我没有反感 没有恶感 没有厌恶感 但是每当他在互联网里面 他扮演他扮演他那个 互联网的身份的时候 他就对我充满了恶感 他说 再换句话说 他只有在反对我的 以这种方式来反对我的时候 他才能感受到 他在互联网当中是 实实在在的存在 也就是说这些人 他在互联网当中存在的实在性 存在的对现实的影响的 一丝波澜 是经由我来实现的 你不对我进行批评 或者对我进行支持 或者对我进行某种 你在互联网当中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what can you do 你仅仅是一个随着时间 不停埋没的 随着这个符号信息 不停消散的 就是一串电流而已 他不是寻找认同 他是要让他所作所为 具有某种坚实的现实性 这个有典型的一些人 你是谁 我不讨论你 我不以某种方式去 表明你的什么存在 你是什么 包括跟我打官司的 你有啥社会存在 你有什么实质的社会影响 就非常有限 你知道吗 就找存在感 这种存在感 他只能通过 一个实体性的一种存在 那我们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 有场所 有人员 有活动 是现实的 有那么多 这个过来的 这 风雨飘摇的这段历史 这都是真实的 有我本人 有我们那么多同事 这都是真实的人 活生生的人 但你呢 你是什么呀 你是在网上扮演一个什么东西 你 也就是说 这些人发现 批评我们 抨击我们 是引起我们关注的某种方式 我们的关注好像就是真的 这有点像 有点像 知乎里面这些发言的 抨击批评我的人 其实我很多情况 我觉得是向我求欢 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 我只要拿一个出来 然后是什么 做个视频 骂一顿 他好像他以某种形式 就形成个什么人物的 就怎样的 而且你没有发现 对于我进行批评的匿名用户 越来越少了 之前有一段时间 是会有很多匿名的匿名的小孩 在知乎里面骂我的 这一批呢 他好像越来越少了 现在 我甚至就是说 哪怕是黑子都已经是被我结晶了 而且这黑子 他黑我 其实 他都不舍得匿名黑我 他都要那个显明来黑我 懂吗 知乎不能匿名了 知乎不能匿名 你可以以其他方式来匿名 你可以以其他方式来匿名 其他平台还是有匿名的 他去需要这个东西被看到 尤其是需要被我看到 他们对我的批评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被我看到 他尤其 一是要被他们的同类看到 然后要要好像要在这一堆批评里面 当中他要冒出来 他就要形成一个竞赛比赛竞争那种感觉 这种实体感进一步发展 发展到他们有一群人 就是通过批评我来形成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就是越能怎么批评我就越怎样 然后他们会很亢奋的 拼命点赞点好多 你说我有这个说我办错了 把它放出去 待会再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那个视频你不删 我一定会把你拿黑 好吧 我们这整个一个非常现实的具体的存在 是这群尤其我们还是反见证的 是这群玩见证的 玩键盘政治搞在知乎B站里面搞这种什么抽象的抽离的 这次讨论的这群人他把我们看成是一个地面 只要踩在我们这个地面上 他就具有某种现实性真实性 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讲是他们当中唯一真实的话题 我们已经成为这个所谓见证圈子里面 什么马前卒什么这些人 他被封杀才是一个真实的话题 他冲塔才是一个真实的话题 而我们呢 我们不需要冲塔 我们也不被封杀 我们只要存在着 我们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真实的话题 他们可以踩在我们这个土地之上 显得他们好像是讨论是有具一个具体的落脚点的 你明白吗 否则他们的讨论都是虚的 悬空的 没有意义的 又来了 就是 你看这个是什么 我的弹幕里面就经常会有这种人 我又拉黑了一个 他说我用鬼扯逻辑解释没能力解释的现象 我没有能力解释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点 就是知乎里面讨论 以前讨论所谓 比如说左翼23在的时候 左翼23还在的时候 你们都不知道他们的一些线下活动 其实他这个人的行踪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是说每一次都能够实时的把握这个人的行踪的 有的时候 我就绝大部分时候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的 然后为什么你们会讨论他呢 因为他以一种活动方式 形成了一个互联网上的一个 一个地基性的一种存在 他叫很多人去给他做调研 他让很多人去给他做调研 是实地调研 虽然他用的自己用的这个油箱是质子油箱 但是他让很多 就是说他本身是个空心的 虚的 他周围的那圈人被他忽悠了去做调查的这群人 形成一个地基 其他人踩着他以为就踩到了实际的东西 实际上他本身是个虚的东西 这也是我们发现这个人有问题的很大程度上的一个来源 但是后来我们是踩到他实处 我们知道他是谁了 所以在这样讲我不是up主 非要说的话我是个down主 我是个down 我是在下面的 我不是上传到云端的 我们实际存在就是说我们是把这种下载下来用的 我们把互联网空间的这些数据啊这些和流量媒体或者是社会关联啊资源啊信息啊 我是把它下载到本地的实际当中去的啊 所以我们我们不是纠集一圈人替我们做实际的事情 我们自己是当中的呃最最最致密的最实际的这么一个核心 所以第二个原因他们为什么会 第一个原因就是总结来讲就是他们的实体性归根结底是由我们赋予的 啊是来自于我们的实体性他们的实体性以及他们实际上他们的主体性啊啊是由我们来赋予的啊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反对我们的过程当中逐步逐步的啊 尤其是我的这个视频模式视频方式是所有这些人当中最直接最鲜活的啊 他们也试图有一种就是其实他们在被我同化明白吗 你又该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什么杨和平马前卒 还MHYY或张北海什么这些人就是从来没有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其中任何一个像我这样 会对着镜头或者在你们想象当中对面对着你们持续的进行三四个小时不停的这样的一个灌输 不停的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一些在亲和我利益的团体在不停的对他们揭露批判 这个习惯这个习惯是我给你们培养出来的贴脸输出而且是不停的直直接的这种直面的交流 明白吗我定义了互联网当中的一种这种我把它成为一个你有本事你有本事你开直播我面对面这样赤裸的把问题说清楚说明白而且是不仅是论理性的也是一个论立场性质的 站阵队性质的你这种贴身肉搏但是又有一点我很少连麦他们有一种要回应我的欲望没有办法被宣泄出来 但是其实就是说实事求是这样在现实当中我所面对的人也是没有一和之敌的 因为在互联网空间当中我能交谈我能讨论我能说的是完全严重的被束缚手脚的 我现在我在互联网当中最多有2%的战力我在现实当中我能展现出来的这个话语的战斗力是50倍是互联网层面的50倍但是互联网可以交流的人更多吗 所以他们在看我直播看我视频的时候就是铁杆黑子啊铁黑子他就会想你这句话说不对我要反驳你我就是他被我憋着他没办法反驳我不会给他们渠道的 他们想要找一个贴脸输出的一个平台宣泄 这就叫知乎嘛b站做视频都没有的很少的b站做视频贴脸他们不敢贴脸的b站做视频就就是其中如果说有200个死硬黑子200到400个死硬黑子 在知乎里面拼命的黑拼命的呃这个乌线嘲讽无辱我 能够到b站去发那种视频开这这已经是他们当中的很少很少的一部分我印象当中只有十几二十个不到 很少 非常少到b站 就是这个里面是有差异的你说你在知乎是你的这个主场b站是我的知乎也可以发视频 你知乎你也发视频好了呀你贴脸输出吧你知乎你发视频贴脸输出我你你会怎样 能把你怎样 你了解吗 他说你是大网红你有几十万粉丝我和你不对的我如果贴脸我如果露脸的话就怎样怎样那你可以用你用小号啊 或者说你用一个什么人脸你就不露脸好了你就做视频就露声音好了声音处理一下就有啥成本呢 对不对 知乎平台主要以文字为主我告诉你文字的差别文字和语音的区别就在于 文字被他们知乎的文字其实就是语音因为你需要缓慢阅读 读完了你这个答案你不看第二遍的 而我的语音才是文字因为我很多视频是 就是这种及时性会要求你反复的听你会拉到前面再听一遍到底他在这里说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明白就是你发一堆知乎里面的文字说对我实行实现了某种批评 然后那个文字一直留存在那里可以让很多人去看 你会觉得这个在这个意义上就是首先这些文字的批评对我有效那是因为这文字本身提及设计了我的一些现实 他必须先预设这个文字当中所预设的所提及的我的现实性是如他所说那样的 那么这一点就有问题了 你没有投入更多的本直接就说别人是错的 然后说在这个前提下去批评别人而视频就不一样 你不该视频就不一样视频意味着你投入了其他的本 尤其是露脸视频你投入你的这个什么什么外形形象什么个人形象就是你你甚至克服的你的社交恐惧 你弄来弄去你那个里面对我的批评的那些东西的最老的老本归根结底是我的实际我的现实 然后你定义了一个你所把握你所认识的我的实际我的现实 然后用来批评我这种文字批评是无力的 了解吗 除非这里面涉及到一些现实是什么特别隐秘的 说你通过一些什么高级手段啊 一些什么盘外招你把握到一些特别牛逼的现实 然后你有图片有录音做佐证 那你就是下的其他的本了 因为这里面如果说涉及什么什么一些风险 威胁的话 你也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所以这就会导致 在知乎里面文字上说要对我贴脸输出的这些文字 其实很多是虚的没有干货硬货在里面的里面的所谓的干货硬货只是对于我们这里的事实进行另外一种解读 另外一个面向或者说预设了一些特定价值观的一种再包装 对不对 我对贴脸输出 我对某些是贴脸输出是这样的 我们冒的风险不是我一个个人人生的风险 我我这段时间的这个情感 我这段时间的生命具体的花的时间什么深夜都是 那为什么我要选择在深夜呢 因为深夜的时间 还某种意义上讲会在普遍的观点当中会觉得比较 比较比较比较重比较宝贵 你知道吗他熬夜他伤害了身体等等 就投的本更多 更不要说我们背后是那么多人 是不仅是我一个人 这个说服说服量说服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不投本你自己不投本地去 你说你那东西在贴脸输出 你用泡泡枪打人是不疼的 水枪撕人才有点感觉 明白吗 下了本来反我的下了本反对我的人也是有的 基本上是亏的大亏 就没有赚的 是全亏的 而且有的很亏的那些人 他这个这辈子 接下来两三年 他这个日子怎么过 还不确定啊 明白吗 这个是第二点 他们这种 怼着脸的贴脸输出的方式 他们有这么强的这样一种意愿要回击我 是因为我在现实当中 我去揭露批判别人 我不会用什么文字的方法 然后他们就他们用他们擅长的嘛 各擅盛场 我用视频用有很多实际的现实的层面的要素 本投进去的方式来为我的言论做背书 那么他们的各擅盛场 他用量 一堆人风群战术几百号人 用他那个每一个回答下面那个点赞数 那实施球是假 哪一个更有力道呢 好像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实施性的影响 对吧 给你点赞点一千个赞一万个赞一千万个赞 怎么的也有啥用 所以我所以第二点就是说这种斗争欲实际上是我一直在维持的 我一直在贴脸向他们这个这个输出 他们一直被弄的难受 而且是我一直不停的拍视频 而且我拍视频里面触及到的都是现实的东西 也有一些是他们可以讨论的东西 然后他们要回击 然后就这就让他们感受到有某种互动你知道吗 有某种互动 这个就是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甚至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同化的关系 同化的关系 甚至不叫同化的关系 这是一个主动驱赶的关系 我在主动把这些人往那种存在形式上面去塑造 我在刻意的把他们塑造这种人 因为他们只是作为这种人而存在的话 在我看来是比较无害的 没啥用 比较无害 对于我所珍贵的宝贵的人 我都说了 网上聊什么聊个屁 不要有什么QQ群什么加什么这种东西 就是我在有意向的有有目的的要把他们塑造成这种存在 这是第二点了 简单来讲第二点了 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 那为什么这么受 第三点原因是因为是有 我们占了某些其他团体的生态位 那我们占了某些其他团体的生态位 之前就是刚刚讲过的左一二三 他搞那个什么他自己是匿名的 然后忽悠一群人实名把信息给他 然后去做调研什么这东西的 基本上我们开山第一站就是把他们给 这种模式的这种罪恶性 隐匿的这种 捏着边黑材料的这么一个性质 调查调查者 给他揭露出来了 实际上是影响了这些人的利益 影响这些人利益的 他的那个组织规模的扩大就变得缓慢了 没有那么快了 苏州 哦这样一扯的话 那个 左一二三是不是跟什么 劳工通讯是不是也有点关联啊 都在苏州哎 这样一想的话 啊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就是说 第三点就是说 占了某些人的生态位 但这个只是网络舆论的生态位 只是一个网络舆论层面的生态位 啊 这不是说他们说我是个狡猾的异议分子 我扮演成同异议分子 议论的意啊 从异议分子扮演同异议分子 然后占了这些异议分子的生态位 甚至占了某些御用异议分子的生态位 不是这个道理 我占他们生态位对于某左一二三这群人 某流亡这群人 我占他们生态位是因为你们是虚的 你们是悬空的抽离的 你们搞出这些事情最后跟你的切身力好像关系不大 然后成本都是你外围被你们欺骗的无产阶级在承担成本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实打实的 我们自己以身入局的跟你不一样的 我们是实践者和你这些虚见者的一个区别 你不要污蔑我是什么同异议分子 然后你自居是什么异议分子 你也不要觉得你是异议分子你就很高贵 然后我们我我就是所谓的做狗的什么什么东西的 不是归根界的我跟你的差异是在于你们是虚的 你们甚至有的是有免死金牌的保护伞的 我们是以身入局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是小老百姓 所以我这样去占了这些人的生态位 这些人然后呢这些人知道在网络上骂我是没用的 这些人在网上骂我是没用的 他们往往就在内网骂我也是没有的 他们不会在内网给搭理我的 你看这个懂懂吗 我揭露他们这些东西之后 然后会有一些他们的粉丝 拿我所揭露的一些结果去问他们 这些粉丝直接会被他们 他们的粉丝啊 直接会被他们自己拉黑 就他们的一个策略就是在内网 他们是极少讨论我的 也极少批评我的 他们一开始会弄个什么黑个儿 然后是什么写一些这个骂我的一些话 后来发现这个东西没啥用 反而成为我的热度 或者成为我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工具 道具 后面他们采取的措施就是煽动激进分子 而且是在外网 外网煽动激进分子 在他们所能影响的那些群体团体当中 写习文啊 写这个什么 用什么一弄弄多个版面的那种报纸 把我妖魔化 甚至其实暗搓搓就是想让这些小年轻 什么都不知道的 不知道他们的 对上面的人本身就是走狗 他们不知道啊 煽动这些小年轻过来对我打砸抢 人生伤害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个正确的策略 因为他们一直在这样搞 一批批在这样搞 包括他们也也使一些黑黑手段 弄假材料 报假警 要想把我就是说让这个治安机关误判 把我弄进去 他们会选这些招数 然后而不是说在内网批评我 他们在内网批评我的时候都不会点名道姓 他们不愿意给我任何流量 他们作为一个总体 他们的流量其实也是很有限的 明白吗 这是被我占了生态位的这群人 我我我占的不是他互联网舆论的生态位 这是这是 他互联网舆论的生态位 左123被我占了 然后那个那个杨和平的互联网舆论生态位被我占了吗 没有 原教旨念经的这个生态位我没有占 左123的生态位是他的线下实践的生态位被我挤掉了 这种方式是有毒的有害的 就是对于他们老一代的这个话语空间的生态位我没有挤掉 但是对于他们线下实质的线下存在的生态位我实际上是动摇了挤掉了 他们包括他们的和自己搞那什么 骑手里面也只能搞一些魔诊人 一些真的比较有头脑的稍微这个聪明一些的也不会跟着他们走了 然后实质上他们通过这个结果 他们在互联网上就是他们那个杨和平他搞的那个这个生态位里面搞到了一些粉丝拥顿 其实很多你懂啊就是很多其实是轻贱之爱国的 他没有办法直接筛那个反对者的尤其他没有办法直接筛到狡猾的聪明的反对派了 反贱之的他筛不到这些人了 所以他的粉丝虽多其实激进化是下降的 这点我可以明确跟你们讲 你明白吗就是大家都是一厢情愿认为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好老人善老人 讲讲客道话公道话的这样一种人 然后国家还能容许这样这样的人说话说明国家其实也是好的也是对的 你明白吗 然后我们揭露的呃这个什么何思琪这些人做的这些事情啊什么顶包啊啊什么这种东西这个东西揭露出来其实是会动摇他的一些骨干分子的 是参与其线下活动的骨干分子是动摇他们的他的那些不知道什么情况的这些粉丝是动摇不了的啊 那个大规模的粉丝那些点了之后看了之后也不参与讨论你怎么反正就当个政治正确念经的那些粉丝他就不怎么受影响呢 这是个生态位的状态还有一个生态位其实就是我们既几占了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原教旨派的左皮木田啊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开出药方其实还是先带医治再进行什么共产主义革命我靠他其实木田话是他们的共识啊他们和木田派的共识都是要先颠覆然后搞带医治 这批人无论是线下活动还是他们的这个线上舆论其实呢都受我们影响 然后另外一批然后所以他要保存他的保存其基本盘他在舆论上就是尽量冷处理不回应 他是尽量冷处理不回应然后一要拉开区分度就会和我们表态有差别 他也越来越靠向他那原教旨的方向了没办法啊越来越靠向原教旨的方向了这个杨和平在今年五月份还六月份的时候一个视频那个时候他在美国他有说过俱乐部一些好话啊无论你是什么小组啊什么还是什么俱乐部啊只要是对加强工人群众的团结和这个什么有利你就是有利的 他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呢是 就像是在暗自给我们这个下毒药 其实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何思琪是在秘密连接工人的 什么叫连接工人 其实也不是在连接工人 何思琪是在秘密筛选工人当中的一小撮和工人的大部队分离的激进分子 这些激进分子实际上脱离了何思琪也没有办法在工人群体当中就外卖骑手当中有实质性的政治连接团结能力 他宁结核不是这些积极工人宁结核还是何思琪本人 首先我们要说清楚一点就是他们某流网搞的这何思琪这个模式也没有 就让工人变成可以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团结起来 他只是用一个这个是恩 施德 施恩的 施以仁德 平等 什么样的 我启蒙了你 启发了你 施恩的这样一种方式 他自己凝结核 凝结了几个对他死忠 死事 铁粉 但是呢 杨和平他们自己的这种模式没完的对 没完成 他会就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用俱乐部的形式 我们什么促成了工人的连接 他们其实也不太了解 不知道 首先至少我们没有说像他们那样筛死事 筛这个激进分子 然后他们会幻想我们已经进一步做到的所谓的什么把团结了好的工人 怎么样把帽子扣到我们头上去 希望引起相应机关的一个敏感 其实是招铁拳了说穿了 看上去再给我们说好话 再向我们示弱或者什么示好 实际上是在招铁拳 招铁拳 因为他那个话一说 他这种话一说 某些什么 说不定就本来这个事情结束了 大家就是 懂吗 相当于朋友 一群朋友定期聚会的 又被调查了 我不知道他暗地里有没有 他有没有 递过什么材料 什么资料 不知道 他们人肯定也是做过这种事的 知识求是讲 我相信 我们被调查的那个很厚的资料当中 肯定有一个版本是他们交的 就是他们递交的 你不要以为他们好像很干净一样的 很纯洁一样的 做梦 明白吧 否则他怎么会 他那账号是我那个什么观看榜第一 他在里面筛 逐字逐句的筛里面的一些敏感的词 我可以很明确的 他们是筛到的 我可以很明确的 很坚决的告诉你 我在哪个视频里面说如果乱了之后 我要正逼一呼 正逼一呼这四个字就是他们 我很明确的说 就是他们 从我那么多视频里面筛出来的 然后写到材料里面去的 这个材料然后他们报上去的 他看了 观看时长那么久 他们就是一天到晚在在网里面挖黑材料 那我说我正逼一呼要干嘛 维持社会的秩序啊 那个时候是比如说疫情期间嘛 啊秩序有些动荡的 那首先要保证底层人民群充啊 要让他们有饭吃 要他们温饱得以延续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号召大家起来配合党和政府啊 配合这个社会的主力军 他们就找了这个正逼一呼这四个字 断章取义写到材料里面去 说我要正逼一呼做什么 黄金啊黄金贼啊 赤霉军啊 我起义我要杀人 我正逼一呼 我有屌毛呀 我有啥呀 我怎么有个枪支弹药什么 我有什么呀 明白吗 我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不想跟你们说的太明白 是因为我觉得他在舆论上 就是还有某种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泛泛的一个影响在那边 或者他至少他在国内境内的舆论上 他还表现的怎么怎么样的 直接揭穿了 好像你们说你空口白牙无凭无据的 凭什么这样说 我空口白牙无凭无据 我被搜身了 然后确实我没办法录音啊 就是他们从那视频里面 那么多视频里面 几百个视频 后来上千个视频里面 找到这么四个字断章取义 明白吗 写到材料里面报上来的 我被调查的那么厚厚一打黑材料里面 我相信有一半以上是他们写的 你说他们是什么团体 他们会认为我请占了他们的领地 他们的欲反的一个领地 我占了他的领地 然后他立刻激起他们那种 守土有责的那个义务了 政治义务 然后开始拼命的写我的材料 那这个东西呢 我明确的告诉你们了 你们要知道就是说 只是在网上批评抨击我 在网上舆论上显得和我很对立的人 实际上不会真的对我怎么样 尤其是在内网 不会对我怎么样 因为某种意义上讲 他们的第一个原因实体性 以及他们的反对的那样一个程度 都是受我的影响 由我所赋予的 或者由我有意的去驱逐他们 或者说塑造的 把他们赶到那样一个反对我的方式 宣泄对我不满的方式当中去的 这些人都是我可控的 但是这另外 占了他们生态位的这批人 尤其占了他们线下生态位 和他们占了他们特有的舆论和政治功能的 和这个他们的这个鱼塘的这么一个看守功能的 这个生态位的这群人 他们对于我的批评就不是批评了 他是直接进行指控 罗织材料进行一个诬告 这是甚至这是他的日常工作 是这个群体 被我挤这样的生态位的这个群体的 他们的一个日常工作和他们的工作职责 我理解 我甚至说我可以谅解 只要你不是捏造的 编造的 你哪怕有点夸大 哪怕有点羞辞 哪怕有点类比我可以理解 更糟糕的有一批人是捏造 纯粹捏造 纯粹的诬告陷害 这批人是这群人故意放纵的 这些东西他们不是写到材料里面的 他们就是在境外的群体里面去发布的 故意捏造编造 诬陷陷害的 这这做这个事的人也是我说刚刚说的那个群体 他的下肢分流的一些人 就是他给他父母编集子的那个集子里面的编 编委的成员 明白吗 所以在这个以上我们说 这些手段漏到最后 你说是构成一个反对吗 构成一个批评吗 不构成一个反对 不构成一个批评 他们越是这样做 反而越证明了 就是这些低劣 卑贱 肮脏的人 他用这种手段 来伤害我们 抨击我们 反而证明我们某种意义上这样 确实 我们好像没有被那些嘴巴选手批评的那么糟糕啊 怎么办 了解吧 就是说你们在知乎论坛里面怎么这么骂我 骂我的怎么样 或者在你们那个什么大群里面怎么这么编排我骂我 你越骂我 你骂我这么多 然后你 我可能有点动摇了 我可能觉得好像我有点 我有点不是很好 我有点坏 我有点错 我本来就有点心灰意论了 后来竟然这帮逼真的用很肮脏的线下的手段 现实的手段 反而燃起我的斗志 你明白吧 反而让很多其实本来不理解不认同我的人知道了这些真相的之后 他非常支持我 非常能够理解我 更进一步的看到他们代表的道路他们所预谋谋划的一些手段都是肮脏的都是注定被历史埋葬的 因为你来我线下我告诉你他们有多脏 三句话过后你本来是他们的人立刻变成我的人 我说这支持同情理解我的人 你就会知道他们有多肮脏 有多这个下作 好吧 所以这第三个人生态位被占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非常复杂的 我占他们生态位 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 本来那是个那是个什么地狱 你知道吗 他们他们所创造出来的那是个修罗地狱 就多少年轻的小孩无辜清白被他们这样葬送了 被他们这样利用了 就是诱导别人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他们干干净净在岸上 干岸上 我还跟人家推背换斩 然后他还叫我帮你又弄了一批功劳 好吧 然后最后一个原因 最后一个原因 他其实就是针对这个牧田派 牧田派的这群人 牧田派的生态位其实没有被我占据 我没有影响他们生态位 他们的生态位本身就是 就是他们也有所谓的线下 他们的线下就是 拉横幅贴标语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的线下就是街头 就是景观性质的 或者说他把这个现实也互联网化 也也也也也观念化 就是说他们把现实的 就是就是纯粹意义分子 他们存在就是纯粹意义分子 就嘴巴选手 他们到线下也只是嘴巴选手 就顶多变成标语选手 然后这些人 生态位被我占了 没有占他们生态位 从来在行动上 没有占他的生态位 那么在话语逻辑上 他们是要去跪拜西方主子的 跪拜所谓的彻底的什么 西方民主化 然后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 逻辑贯彻到底 这些东西呢认同这些东西的人 他很多是他的经济原因 家庭背景啊 利益所决定的 然后就在那个什么沿海审办啊 一些本身就是容易沦为 这样一种利益链条上的成员的这些人 他的家庭出身背景 大致都是这样的 你认同这些东西我也没办法 我没办法呀 这些人是在言语上没有办法战胜的 在行动上我也不想替代他们 实际求是这样 但是说我能我能把更多这样的青年争取过来 或者怎么样呢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啊 就只有他就他们当中极少一部分 你知道就留学生群体里面 是我所谓的卫派的 是他们当中的极少的异类 一个国家就这么两三号人就留学目的地的 目的国啊 他一群留学生圈子里面可能就只有几个个位数 其他的大部分的百成百上千上万的这些留学生都是 我怎么占他们生态位啊 没有占他们生态位啊 那我为他们所厌恶的一点是什么 我为什么或者说被他们所批评呢 他们实际上是在通过批评我的方式 在批评建制 他并不是在批评我 这些人批评我就不一样了 他就指着猴子在骂整座山 这是这些人批评我的原因 他把我当成是这个那这很有意思呢 你明白吗 就是我是他们的一个不可能的点 我的存在是他们这群人的一个不可能点 他会说这座山是一座坟墓 然后我是里面很活跃的这猴 他不是坟墓吗 我活蹦乱跳 为什么我活蹦乱跳 不是他们不是把我当劳保 他们这些人实际上是把我当成是一个活蹦乱跳的犯贼 明白吗 你又该 他们他们的典型的论述就是把我和这个什么阿姨啊 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什么某个什么脸啊 什么把我和这些人并列 什么或者和他们会把我看成是活蹦乱跳的狡猾者 然后躲过一波又一波的攻击的那种狡猾狡狭的人 他们甚至在骨子里背地里私下会认为我是他们的同类 只有我在走那个什么曲线 就自由主义 就什么民权 就这什么开放啊 明白吗 所以他们通过批评我的方式 一方面是要在说我的很多论点观点 我的我真实的个人的想法 他说批评我 你看他多反动 这个人多反动 什么996工作日他竟然不反对 我什么时候不反对了 然后尤其这些人有个典型啊 就是说他们连我第一个视频都没看懂 就是不叫第一个比较出圈的视频说996的本质不是剥削 我说我说他是domination 因为这个词不好翻译 我这个挑没跟你说了 996的实质啊 我说他实质啊 啊不是本质啊 99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 他甚至不是规训 他是资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在以某种秘密的方式实现他的专政 对于人的人生性的统治 我的话他说到这个程度了 你剥夺了这个人进行社会活动交往的那个重要的那个实践 用公实质的方式 他就说他竟然没挑明说他是规训什么的 我们用传统的政治术语专政好吧 就是他一个妄想的 还尚处在观念当中的一个资产阶级打引号 他试图去通过这样的公实质的方式 试图去通过某种类似于制度性的方式 他是制度吗 他不是制度 他们在幻想自己有统治权 幻想自己具有专政能力 如果你真的相信996成为一个制度的话 那你不是说资产一当权的吗 对不对 他不是个制度 他被宣告非法了 你明白吗 他是一种统治 他是一个统治模式 这个公实质 他这伪装成公实质的统治 政治统治 他不是经济统治 他是政治统治 OK 你必须你的晚上不能用来怎么这样的 不能用来学习 不能用来怎么这样的 他是他是资产阶级统治小资产阶级的方式 简单来讲 我们再讲 资产阶级统治小资产阶级文员的方式 统治他们 就是职场密不透风的 就看上去内在是一个独立王国一样的那种感觉 实际上是专制 专政 那么听不懂呀 国家是反对这种玩意的 国家是反对这个东西形成一个职场内部密不透风的一种等级制 一种统治模式的 那我回过头来讲 这个第一个视频都没看懂的人 他为什么他看不懂 因为他不认为这个国家的底色是社会主义 可以在国家底色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基础之上来对于这些现象加以一个实质性的揭露和批判 他们不承认这么一个基本的大前提 他当然就看不懂我的视频 他也理解不了其中的这个激进性 批判性 好了 那回过头来 我们说这些自由派呀 自由派 他们对于我的批评 很多程度上呢 是试图是去说服我的支持者 转而支持他们 他是具有这个目的的 双重目的 一个就是通过批评我的方式 在就是结合批评整个社会整体 批评这个社会的治理主体 就批评这个政府和国家的方式 结合批评政府和国家 然后连带的批评我 然后想要引起我的支持者的一些共鸣啊 这国家也不太好 你看你们的你们你们那个卫民子还站在这国家那一边 站在政府那一边 你你离开他吧 你该来来和我们成为议员吧 他有这个这个目的 把我们这里已经是比较具有一些思考能力啊 比较具有一些现实的认知和批判 意愿的和改造意愿的人 想要吸引到他们那边去 这是一个目的 那么第二个目的呢 实际上他同时也是一个很暧昧的一个点就在于 你们问民子还搞线下太危险了 而且线下搞来搞去那个力量点滴积累又小 非常惨兮兮的 你们直接转头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我们的线下就是西方主子做带路党 成了之后可以做买办 吃香的喝辣的 是利诱利诱他们 一个是想要用这个啊 用这个某种悲观的情绪或者说某种愤慨的情绪来欺骗他们 前面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想要用这个啊 他线下搞得太困难了太危险了太难搞了啊 很容易就被干掉太危险了 你不要葬身其中 你到我们这里来搞定了之后 西方主子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总归我们包赢啊 你看这个国家 你看就这样了 总归最后会败 然后你到我这里来 肯定是吃香的喝辣的 利诱他们 让他们不去做现实的这个困难的点滴积累的工作 让他们去做啊 你到时候你知道要上街就行了 上街的西方主子干涉什么都搞定了 然后再分一口吃食给你 分一口好东西给你 给你一点什么权利啊 什么利益 那么他是看到我们的这有行动的意愿 也有批判的能力的这些人 他是馋想把这批人弄过来 但是这个逻辑是内在矛盾的嘛 一方面我又好像我是和建制一体的 或者说是站在那边 另一方面我也好像是个隐秘的 偷偷的递下了一个什么反贼什么东西 他就内在有他的矛盾性 牵强性 牵强性 对不对 那按照他自身的逻辑应当是怎样的 如果我按他们所描述的是表面上是和建制战一块 暗地里又是怎样的 那这些人应该支持我才对啊 那你们这些自由派应该给我打钱才对啊 拼命给我汇款才对啊 对不对 这搞笑 所以他们这个逻辑是讲不通的 是自我矛盾的 understand 他们害怕 他们尤其害怕 就是有这么一种民间的自主的力量 明确的表达对于他们的那些投机活动的 现实的投机活动啊 就是线下的街头的投机活动的反感 他们极为担心的是他们失去他们仅用一些廉价的 然后是西方主子用一小极小的资源就能够去发动动员起来的廉价的街头的景观 街头的景观性的那些活动就可以建约建取建主的建啊 就可以就是说欺骗性的宣称他对于整个人民群众老百姓都有代表性 他害怕别人抢走他对于民间民间的一些批判性意见 民间的一些实质性的行动的代表性 他们会把这个哇操弄个什么举个什么东西走到街上 就是哦 这就是最了不起的行动了 这最承担风险的行动了 然后然后这是什么批判也是他们说的那些东西最具有批判性啊 这个把一些什么呃 法律条文抽离了去解读宣扬成一个啊非常难实现的非常难以实现的 在现实当中落地是需要缓缓图置的一个人在跑到最高的天上去 你们不是说要提倡这个东西吗 你怎么做不到啊 就把这样的话语就说成这是最高级的批判 最抽离的话语说成是最高级的批判 话语和行动都有他们所代表的 然后我他们就代表人民群众了 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害怕 我们稀释掉或者戳穿 我们不能说我们代表人民群众 我们只是人民群众而已 我们不代表人民群众 我们是人民群众 我们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说我代表人民群众 我只是说这些人自居在代表人民群众的时候 在话语批判性的话语和实质性的行动 他们所谓的实质性的行动 加引号的实质性的行动 在他们说他们由于拥有的这些话语和所谓的这些行动之后就具有人民群众的代表性的时候 我们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员站出来 我们同意 我们同意 我们有我们的行动 比你更多有可复制性 有真正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底蕴和意义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批判性的话语 批判性的思维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对于现实的理解 认知批判 以及对于它的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了解 以及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不是无脑的人 然后一群无脑的人 有你们这群好像很有脑的人 又有勇敢的人所代代代代表了你们又有智慧又勇敢 我们想说 你们这好像你们都是傻逼 你们都是懦夫 我们是跳出来说这些自居为代表人民群众的人 其实是傻逼 其实是懦夫 明白吗 所以在这一上讲 实质上我们是比他们更为勇敢 以及更为有智慧的团体 不是我个人 是好多人 但是实际上又是很小的一部分 人民群众当中很小的一部分人 那么这一点是会让他们破功的 他们是一定要的那个东西是所谓的代表性 我们是不要代表性的 因为他为什么要有代表性 他抢了这个代表性 是跟他主子兑换他的政治筹码和经济利益的 因为他们这群人就是想做议员的批人 想做买办的批人 我们不要啥代表性 我们老百姓 我们不要代表性 我们就是老百姓 这是我和他们的实质 我们和他们的实质区别 除此之外 我们都以某种方式 两边都以某种方式 宣称自己是有实质的智慧和实质的勇气的 所以他们在对我们进行一个描述和表述的时候 对于对我们进行批判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矛盾的二重性 一方面我们很轻建制 另外方面我们又是最骨子里的反建制 偷偷在地下 点地而为之 最绝望的 最什么持之以恒的反建制 这种矛盾性是他们自己身上的 投射在我们身上的 明白吗 是他们是这群自由派投射在我们身上的 然后在他们的叙事当中 然后被一个旁观者所觉察到的 你这个话的意思 好像他妈这个团体好像很复杂 按照你们说法 他又是他妈的轻建制的不得了 然后又他妈的线下 又是他们最激进的 最十年磨一剑的那种反建制 不是自相矛盾吗 一个外围的旁观者 去看他们对于我们的批评 就会发现这种自相矛盾 那实际上是因为什么 实际上他们骨子里是最轻建制的 明白吗 他们的话语 他们的那种自由主义的话语 理由该 必须是要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建制当中 全球资本主义的 全球性的这个建制当中 他们的话语才能够存在 他们就倚仗着这么一个建制性的话语而存在 他们自己其实是最轻建制的 他们是希望现实的秩序 制造苦难不幸的 那个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 不要变 不要在任何一场变 然后他又是一个 在绝望当中想要试图以言论所谓媒体第四权来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怎么样 啊 转变 变美好 他们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这个反建制 反对这一建制的方式 也只停留在嘴巴上 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称的一个状况 他们实质上他们自己的生活消费享乐 在现实当中追求他个人利益的实质的方式 他是最牵最亲近于最支持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 然后在嘴巴上呢 他又是最反对这么一种建制的 最要用媒体来限制去制约什么这种啊 政府权利啊 还包括经经济权利啊 权贵 嘴巴上他他和我们是一个交叉关系 在他们的对于我们的这个批评当中 我们是在嘴巴上最轻建制 在行为上最反建制 然后呢 实质上他们在他们自己那边呢 他们在行为上 在身体上是最轻建制的 轻资本主义建制 在嘴巴上是最反建制的 这是个交叉关系 他们当中自己的不可能性交叉的投射到了我们身上 然后在外人是能看出来 他自己他觉察不出来 明白吗 所以这些人是不会批评我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的精神道错 他们之所以批评我们 一个就是他要需要我们的人去帮他们一个这种方式 煽动忽悠我们受我们影响的这些有批判精神和行动 行动意愿的行动能力的人去成为他们的马前卒 第二点他也是借由 批判我们来表态 批评我们来和建制捆绑到一块去 但这也是很矛盾的呀 就是你不是说这整座山是多焚山啊 焚山里面为什么会活人呢 我是个活人呢 所以这些自由派的这个批评 他的与其说是他的批评我 不如说他们是在试图去解释我 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实现对我的批评 他们都会沦为某种流速的 他是网红要赚钱 他这个什么 这不符合逻辑 他哥如果我要赚钱的话 我会不接什么商单什么这些东西 我会什么 你不符合我现实的逻辑 他哥 这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就会 他们那个思想都会失去他们基本的思考水准 然后他一旦想要严肃的认真来批评我的时候 他又会陷入我刚刚所挑明的这个几重矛盾当中去 所以他们在我在这些人眼中 其实是个不可能点 It's an impossible point 他们无法理解 尤其在齐泽克 他为民族中人是怎么幸存下来 齐泽克说 刘斯沃他怎么在这个中国活着 他应该怎么早就被审查了都被干掉了 被关起来都怎么样 真正的亲西方资本主义这种秩序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人 是没有办法理解我的存在的 They can't understand 他无法理解 因为他们根本上不能理解这个社会 在底蕴上在根本上其实还是个社会主义社会 所以其实当然是亲资本主义的 你以为他给那个什么宝马 还是什么可可乐度广告啥的 他当然是亲资本主义啊 明白吗 齐泽克主义也没有办法有任何异常动员力 行动力 批用都没有的 奔驰是吧 我都记不得这个品牌 所以对于自由派亲自由派的这一方 我们也讲清楚了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批评我 这样批评我 然后你这样爱说什么有的什么粉转黑 什么被我拉黑了 然后心怀不满 这个都是小的小的问题 我们我对于这些东西呢 我心里一直是有底的 今天呢也是现场临时的急性发挥 帮你们把这些反对者的存在状态给你梳理了一下 你就发现非常如 就是像冰服一样可以非常精准的和他们的一些特征呢 是贴合起来的 非常精准 你就看那个什么大舞台里面的一些人评价我 其实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一方面觉得我保雷要死 另一方面又觉得我他妈的真造 这个真的造 搞得不得了 笑死了 那么 另外一个大群里面的那群人就是不一样的 他们没有意识到 他们不会像大舞台的那些人会觉得我是真造 懂得吧 就是他们 他们有一些 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功能是用来 这个就是第三种反对者了 就占了生态为人群反对者为什么要也要在外网养一批人这个东西不停的要骂我侮辱我 要砸了我狗头什么这些东西的 这些人呢 就和第四类不一样的嘛 第四类会有这种矛盾性 第三类没有这种矛盾性 第三类这些人呢 他就是就在煽动激进分子过来搞我 他就是想煽动那些无知的小青年过来说打我杀我 他的目的是很明确鲜明的 就是有实质目的 他们团体也不希望我们的 我的支持者受我影响的能够有批判精神 然后也有行动勇气的人去加入他们 对吧 包括他们的粉丝如果看了我的视频之后 然后反过去问他何思琦是谁 就立刻会被拉黑的 他们一定是要那种愣头青小年轻 给他们送死的 或者直接被他们变成这个KPI绩效的 帮他们那个推背换展的人升官用的 他们只要愣头青 明白吧 所以他们就是哪怕写那个习文 也也只是会单方面的侮辱我骂我 然后煽动暴力要杀我 要打压我 要打我 杀我 就是煽动一些初高中生小年轻要要干我 就是很直接的 他们那个什么大群里面的 一直有这些文章的 一直一个拳头把我打死压在那个地面上 那个样子 懂了吧 他就是目的是很明确的 就是要我死 你明白吗 就是要有一个什么年轻人 小孩 他不仅是要我死 还要向其他势力或者其他团体证明 他有煽动年轻人去做很极端事情的能力 这上面的这个做这种事情的人有两个目的 一要我死 就要消灭我 因为我可能占他们生态位影响他们利益的 二就是要向他们的主子证明他有这个能力 无论是哪方的主子 他有这种现下的现实的搞死一个人的能力 就是要煽动 就是要煽动 然后这些人他们的高层实际上是怎么想的 他们的高层实际上是会觉得我们是和他们同类 所谓的欲反 他们的高层 他们的高层肯定是会误认我们是和他们是同类 是欲反 是那种让别人去送死自己干干净净的脱身而抽身而出的那种空心化的 天降 天降神兵的那种欲反 他们会觉得我们和他们是同类 我告诉你我跟你们不是同类 你们做这种可比可耻的事情 你们是历史当中最肮脏的最可耻的人 我不管你是谁给你取的名字 你父母是谁 你煽动煽动这种底层小年轻去做这样一种 要去杀害要去戕害一个 一个人 就是因为这个人伤害你的利益 侵害你的利益 或者揭露了你们这种肮脏的交易 就是煽动真的是无底线的暴力 杀害的哥 所以他们不会 不会让这样一种 就是暗自设想 我们是在什么线下做实事 这东西 他们是不会 他们反而说 他们反而有这个论调 你们在线下做的实事 反而占了我们的 做更激进的实事的空间 你们做这实事 反而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这两边的 就自由派和这些原调子派 对我们做的实事的评价是有差别的 原调子派会 妈的这帮逼真屌 他妈的 他偷偷摸摸做这些玩意 他们才是骨子的反贼 这帮逼他妈在伪装 老子他妈的去揭露他们 让他们死 他如果就厌恶我们 我去揭露他们 让他们死 这是自由派对我们的观感 对我们的行动活动的观感 这些原调子派对我们的活动观感 就是这帮叛徒 他们做这些实事 做的越多越在 懂吗 越在表胡将 越在推迟矛盾爆发的那个点 越在帮倒忙 这两边就会有这么一个差异 这个差异还是蛮重要的 他这个差异对于前面那群原调子分子 他们会说做的越多他罪过越大 他越在做越要去杀掉他们 越要去干掉他们 你懂吗 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其实就是煽动啊 博文士坦 这个是个叛徒 这个是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 那蒋介石 那个御用理论家 你叫什么名的 我就记不得了 上次跟我扯的 那个叫什么 一十万我记不起来了 带极桃啊 这个是带极桃主义者 什么什么这种东西 有段还说我CC派什么玩意 CC系 然后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煽动仇恨 他做的越多他越错 做的越多他越丑陋 做的越多越丑陋 那为什么他们不讲一讲他们自己做的事情呢 做一个差异 做一个对比 他对于他自己 就是说他们对于他们 你明白吗 这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他们从来不宣传自己做的事情 也就是他们从来没有一个 哪怕他们是匿名组织 他们都不敢给自己的行动负责 你知道吗 很少 非常少 极少 即便没有 他们制造出来的事件行动 最后看着你都好像是无主似的 不敢有人去认领的 其实因为他们每一个事件 每一个行动最后都是丑闻性质的 不是一个果实性质的 是丑闻性质的 不是果实性的 他们自己心知肚明 都是一种依附性的 或者是一种滋生 像癌细胞滋长的那种感觉 不是有实实在在它实实的基础的 他们就会说 我这是为了秘密工作 我这是为了保护谁是谁 你这种理由来来来给自己找借口 你一个团体不要积攒政治点数的吗 你不应当应该有一个某个团体可以积攒政治点数吗 对不对 你哪怕是地下 纯粹地下会流亡的 你知道当时俄国 俄国社民工党 他还有一个俄国社民工党的旗号 他能够攒他的 做的各式各样的事情的 汇总政治点数 汇总到他的上面去 他的政治声望才能增长 然后有更多的资源 那他为什么不这样做 因为他不是 because there are not this kind of existence 他们不是这种存在 都说了 说我是讲谈社会主义 说我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这个御用的 到工人当中去做什么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你说我是这种东西 我觉得他们才是吧 大哥 他自己才是吧 Are you kidding me 所以他们就会把他们对于他们自身的形象的一个认知 一个定位 投射到我身上来 然后包括对于他们自己的行动的无能性的这样一种感受 他们的行动越多越无能 他上次跟那个上次那个录音你们也听了呀 帮他们顶包坐牢的那个人都感觉到 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是他妈没用的 他来到我们这里才感到我们做的事情还是有点用的 帮他顶包坐牢的那个人亲口说的 那个人的名字前面那个人名字是一个动物和他吃的一个植物 加上一个突饱钙 就是一个一棵树 它的长在上面的这个草被吃完了 不是这个突饱钙吗 被某种动物给吃完了 不是长领路 这个人名字我都可以告诉你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立案 这个东西我也没签保密协议是关于这个人的 他自己都承认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 甚至说他们也应当意识到他们这个工作做的越多 越是反动的帮到忙的 你越搞这种炮制西方丑闻 让西方记者 黄某教授 带着那个他妈的亲自由派的那个什么英国回来 那个研究生 还要去把那个什么 另外一个老 另外一个他的姓氏也是草子头的 还要把这个工商的这个工人 也要做成一个丑闻 发到外媒去 黄某教授 何思琪你他妈是傻逼吗 还要玩这套 你屎吃多了 你老婆屎也吃多了 还他妈玩这套 你做的越多 越对整个无产阶级的运动 是他妈起反作用 肮脏透顶 你已经能彻彻底底地感到 你做的事情是可耻的 你把头射到我身上来 说我什么俱乐部做的活动越多 我越可耻 我越是博恩师坦 你是傻 何思琪你屎吃多了 明白吗 你们批评我说 我做的越多 我越是博恩师坦 我越是在起反作用 你自己已经认识到你的 缺陷了缺点了 不要投射到我身上来 你的那群小灯 不要投射到我身上来 不要煽动人 要去杀我 要去怎么样的 有必要吗 自己照照镜子看一看 这李明奇都有一个觉悟说 他们做他们的 我们做我们的 到底哪个有成效 他妈的这种现实 说了算 李明奇都有这个觉悟 你何思琪没有这个觉悟 都是他妈 旗子结尾的 当然一个是真名 一个是化名 我说的何思琪 何思琪是谁呀 承认一下 谁是何思琪啊 敢承认吗 都知道你做那批事没用了 搞个他妈一天到晚吃安眠药的吗 才能睡得着 那个 一个小胖子 他胖胖 我不太知道 应该是蛮胖的吧 干嘛呀 人生威胁 你就干了这么多年 就他妈这点水平 还得把 放任一帮小灯 要打死我 砸烂我 什么玩意 你们就这点水平 就这点出息 骂得越多越再骂你自己了 哥 也都知道 你就要用小屁孩 弄黑板报一样的 写一些这些东西 有啥用吗 哥哥 哥哥 有啥用吗 对不对 实际上是你们完全是走错了 而且不是走错了 你知道吗 没有什么对错之分 只有 罪恶 你明白 你那个是罪恶 不是对错的问题 你搞这个东西是罪恶 你看那个成国将最后被放出来的时候 整个人灵魂都被抽走了 知道被你们卖了 他的存在完全是被你们利用了 好意思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积累这些东西 都变成地下的被收买价值 让别人煽动的去激进去送死 然后呢 你去卖他们 你们作为一个群体就这样卖这种东西 可耻 肮脏 卑劣 投射到我头上 我没卖过人啊 我没卖过任何人 我们把这东西做成什么丑闻的卖给西方媒体 我不认识什么香港的什么什么哪个什么团体哪些什么教授什么东西 我也不认识西方哪个媒体里面NGO哪些人 我都不认识 我裸屌 我他妈平民 你们做这个生意 做上瘾了 最近那潘毅又被人骂潘狗 潘毅好像最近又被人骂潘狗了 他跑到那小岛上卖农产品也没卖多久 又被人骂了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又被骂了 你们自居什么 你们自居什么 马里毛主义者 怎么一天到晚跟这种自由派混在一块 怎么一天到晚跟那什么 这个姓潘的就被人骂 跟潘狗的潘毅混在一起 怎么跟这个带着一个 英国读员回来 这个一个逆向民族主义的 这么一个 英国研究生的这个黄某教授 跟他一块 你怎么跟这种人混在一块 说我呢 说我做的越多越反动 做的越多越在 在怎么怎么推迟 越在什么影响真正的运动 你自己吧 照着镜子 你看看 你看你们你们的团队里面 对你们能有批评权 你们那群小的 那个什么大群里面的 一天到晚捧这个 化石先生捧着杨和平 当神仙崇拜的这群小的 能质疑你们吗 那个群里面质疑你们半句 立刻被封杀 搞笑 所以对第三个说 我占了你们生态位 我只能说 这个就是说 这个 活的东西 肯定是要站在历史 是为活生生的鲜活的事物 在准备的 历史不是为你们这种腐烂的 堕落的这种存在 在做准备的 你们只是说 这个腐烂堕落的这种军种 要去把更多的年轻人腐烂 腐烂堕落 就是不甘于迎接自己那种活动模式的死亡 不甘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不甘于洗心革面去赎回自己的 去救赎自己 去赎自己的罪 反而要用更多的年轻的 年轻人的清白 年轻人的身家性命 再进一步舔你的无限的窟窿 这个东西 这是你们搞的 跟我没关系 我清不清白 我不需要忽悠 忽悠 劳动群众给我背锅坐牢来证明 我不用背锅坐牢 我也不需要去忽悠劳动群众 给我背锅坐牢 你们呢 还在玩那一套 我受不了了 还在这次又是个什么女工 又要这么的动员全全国力量 要去帮助他上访 什么东西 要做这个做 他好像记得我记得当时是2017年还是2021年的时候 你们报道过一次 又要来了 老三样三万斧 玩来玩去 这就是你们什么什么激进的地下职业革命家团体搞的 就是新闻采编 无非就是一些反华的 或者说是一些把社会矛盾给他片面激化的 你都不是职业性的是上访的 这是职业性上访的人 他利益 你可以给他无限扩大 你说他有啥代表性吗 好吧 他们地下巡回的就会让几个什么典型的在就业过程中受到那种伤害的工人去去给他们巡回做演讲那种感觉 而且每过几年要翻一次 每过几年要翻一次 每过几年要翻一次 他们就觉得这个玩意就是他们闹的革命了 就他们搞的工运了 我靠 然后在他们控制的那些群里面 就拼命的煽动人去杀害迫害我 然后念他援教旨的经 这个就是他们的革命了 我没话说的 我有啥话好说 这个就是你的革命 这个当时跟当时在苏州本地被抓起来判了十几年那个家伙 他的革命也跟你们差不多 也是他妈的QQ聊天群里面 语音聊天群聊 你们不过是在会议 腾讯会议 软件更新换代的没多大差别 然后他们也是要干死其他人 就搞发了个什么第一通缉令 第一通缉令 江湖追杀令 因为那个人跟他在百度贴吧里面吵了架 他就发针对那个人的第一追杀令 一号文件江湖追杀令 我操所有的无产机都要起来把这个人杀掉 我觉得你们现在做的好像没多少区别 针对我发什么江湖通杀令 追杀令 你不要像那个什么一个电视剧里面的那个什么 梁是拍的那个 尖杀令 你这不下厨这个命令的话 我觉得也没啥对吧 你不是啥呀 你玩了这么多年 你搞来搞去 他妈的就是这群 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这种存在吗 很荒谬 非常荒谬 非常荒谬 非常非常荒谬 你们自己应该看到自己身上荒谬 你看不到吗 你看不到你自己身上荒谬 是没有某种意义悲惨 这不是我制造的 我不占你的生态位 如果让你弄更多的人 把这个把这把你这行当弄的这个 这个规模更大 你只会加倍悲惨 你就可能就不是被指 某些里面的前成员就不是被指定居住的 就判实行了 你弄的规模越大 你越惨 你没有办法说 我只会八个字送给你们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败事也不足 八个字送给你们 成事不足 败事不足 怎么你们队伍里面这种人 被骂攀狗的 被某人骂攀狗的攀议 你们也要去推杯换展 因为共同目的是一样的 只要能够促成西方势力介入 把这里民主化 总归你 我靠要分点什么 衙会给你们吗 这就是你们这群人的革命 这就是你们这群人的政治活动 政治生命 什么玩意 太可悲了吧 太可悲了吧 你帮助是谁啊 影响了谁啊 就是一群可怜人在跟着你们玩 跟着你们混呢 真的是一群可怜人啊 这个那个新的扶植那个姓徐的那个骑手 好像他脑子更聪明一点 更灵光一点 你饶过人家吧 不是人家嘴巴上表达了说 愿意跟着你干 你有没有完整的告诉他你们是什么呀 你隐瞒了好多东西 疫情期间跑到香港去开会 你以为你不会被监管吗 你怎么能去的呢 你们像他们隐瞒了什么吗 老灯的护照到底是哪个国籍的 老灯到底跟谁推背换展 公筹交错 你们像这些可怜的无产阶级 隐瞒了什么 就说人家是自愿的 你不是欺骗出来的自愿吗 你有本事把你完整的故事 讲给人家听呢 可笑 你的完整计划 洗脑洗出来的自愿 也叫自愿了 然后你就泄除了你的负罪感 你最近这个在南通弄个面包车 给你们顶包了 南通弄个面包车 在你妈的讨生活的 你给什么支持了 你们给了什么支持了 你怎么没进去呢 和斯奇亚 你咋没进去呢 因为你们俩结婚了 不能进去 他自愿呢 自愿 你们到底小日子过起来了 他呢 他这辈子还能讨到老婆吗 什么玩意 他有可能讨到老婆 就说他洗心革面了 洗心革面了 上岸从凉了 他在我们俱乐部里面 可能能找到老婆 你就说我用一个美色 来我们找了一个女成员 用这个肉体把它给腐化 转化了 什么玩意 你们当时确实 他妈谈恋爱都打报告的 你们却没人性的 没心没肺的畜生玩意 谈恋爱都打报告的 一群畜生 我操 何斯奇 你什么 我真的是 我服了 我虚长你几岁 我真的是 你们脑子不要那么混乱 不要那么糟糕的 虽然我骂得很狠 我希望你们 看看清楚 相信明白 你骂我的东西 应用到你自己身上去看一看 想一想 好吧 魔诊 真的魔诊 这这么魔诊 还还能让你跟什么 哪个哪个哪个书记 哪个什么领导 推背幻展的时候 还能维持你那个正常的样子 你太魔诊了吧 太精神分裂了 太变态了 好吧 你不敢扶上台面 台面的话语被我被我掌握 不好意思 你做这些事情 饶不得我百般羞辱你 我们这个话语 不会传播到你那群死忠粉身上的 他们看不到的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为什么要批评这些人 因为他们在切实的 他们的计划是要祸害人的 而且他的那群死忠粉的激进度 很大程度是他们洗脑洗出来的 是他用那些什么工商上访 失忆的那些人 巡回演讲 几年冷饭炒一炒 几年冷饭炒一炒 那陈飞病 那你炒多少私冷饭了 这个是个上访女工 你们炒多少私冷饭了 每过几年 新的工人不太知道这个背后故事的 又给他炒一炒 诉苦大会 给他天天开 你有点新主意没有 有点人样没有 有点人活干 有没有 你年纪还比我小呢 就因为余某人 他是拍板的 你不是 好的活动在你家里举办的吧 真的是搞笑 我真的是 我这服了 你也正常一点 你先从北京搬出来吧 对不对 回你内蒙古老家 就是这个东西 我是受不了的 我是受不了的 我是 就这样他还要反对我 批评我 所以我觉得这是某种 绝望的一种话语的反应 他实际上是想得到自己的真相 他实际上是想得到自己的真相 所以这个第三类的这些人 他从我身上 对于我的批评当中 对于我的这种不择手段的报复当中 他实际上是希望他自己在历史当中被消灭掉 他实际上是觉得自己应当泄出这个历史使命感 他没有历史使命 他只有他虚假的历史使命感 他希望被我消灭 简单来讲吧 因为他自己受不了自己的罪恶感 这是我的观点 这群中灯就是核四起 他自己受不了他的罪恶感 你也来南东那妈的开面包车 来呀 所以我识别你们这些东西 我就识别这是一种绝望的求助 那我好了 我会非常心安理得的想办法把你们驱逐出历史舞台 我识别出是你们心灵魂当中 或者你的心灵当中 最后一点点的清白和良知在请求我 激怒我 告诉我 你们是多么的敌对我 因此我有多么的正当性正义性把你们干掉 这是你们求取你们自己的悲剧 希望借我之手来实现你们自己的灭亡和 从历史当中被清除 清理掉 那我应当配合吗 我说我看了 就是这个东西 谁自扫门前学 要概念你们不是我的事 我应当配合吧 配合屁 清理门户不是我清理的 你不要以为你和我是一种人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和我是一种人 清理门户叫你们主子给你们清理门户 清理你们的门户吧 你们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 关我屁事 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叫你主子清理你的门户 跟我没关系 我不想 我不想效劳 我不想踩着你这个石头往哪里走 踩着你这个石头 下一步也是 也是在把悬崖伸渊掉下去就死 我踩你干嘛 我为什么要 某种人想把你这个石头踢两脚 我是想把你从悬崖边上踢走 我不想你死 我没有说想这些激进分子死 我也没办法让他们死 他们只能以一种非常扭曲的方式活着 其实很痛苦 你知道吗 他们只只能以一种非常扭曲的方式活着 就炮制这些丑闻啊 煽动这些死事啊洗脑这些激进分子啊 然后搞这个上访的这些人定期的寻讲 美国几年炒冷饭 这种活你以为他真的想做吗 他们现在有点就是身在局中不由自主了 不得不做了 否则他好像他存在意就没有 最后他老账新账一块算 他完蛋 他什么生活都过不了 你过不了什么生活 你过什么生活都跟我没关系 我把你这个石头扒了几句踢几句其实是某种意义上讲 是想让能够决定你们运命运的人重新再考虑你们的存在 其实你们也挺可怜的 也挺不耐的 对吧 是一个特殊时期的 那个时候自由派盛销成上吧 那个时候那个全盘资本主义的那种 零几年的时候 其实很夸张很狂野的吧 这个房地产就被变成蓄水池 变成西方资本蓄水池这种东西 那个时候你们对激烈的反对 或者激烈的拥抱援教室是有道理的 有时代背景 有缘由的 采取错误的方式 甚至反对这样一种西化的逻辑 资本化的逻辑 却采用了西方景观资本主义做丑闻 那也是你被那些香港人带错了 被台湾人香港人 被那一个那境外的一些人 被他们带坏了 那现在还玩这一套 我再给你们开脱 我再让重新定性你们 不要让你们一辈子就是以这种方式老改心 或者说在这个诅咒当中永远鬼打墙出不去的 我骂你们是给是给你们重申的一个机会的 你们自己听得进听不进 你们绝大部分人也不会听我这个视频 看我这个视频 好吧 那好赖话已经讲到这个程度了 这些反对我不反对的 我最重视的反对意见其实是 啥呀 我都挺重视的 你们这些批评反对 这些什么抨击 这些什么侮辱丑话 所有各个方式的对我的这种否定 我都挺重视的 我都会有思考 我也都会有我自己的回应的方式 我不是个傻逼 我不是个傻逼 我是个很聪明的人 我把你们对于我的这些影响 我都要做一个通版考虑 然后哪部分 哪部分 哪种类型 哪种类型 哪种方式 哪种方式 哪种人 哪种 这个人到底他的过去历史 未来 每一个我都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我在思考 你看平时我没 没事 咯到发发电发病 什么什么的 这都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因为你做缜密的思考 很多很久了之后 是很压抑的 内在是很痛苦的 我直播的时候 可以宣泄一下 我想大家了解一下 并不是说我是个不动脑子的人 我很愿意动脑子 我很 很多时候 我就在思考 在动脑筋 好的 那就讲到这边 你们把我当敌人 你不要低估你的敌人 我也不会低估你们 我也会试图去理解你们 认知你们 你懂吗 我 这是把我当成敌人的人 我觉得除此之外 我没什么敌人可言 我没啥敌人 主要就是你们 有些线下的主要敌人 其实就是自由派和原教旨派 这两派人 主要是我的敌人 而且他们对待我的方式 都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自由派会偷的 有一部分自由派会偷到俱乐部里面来挖墙脚 拉人 或者伪装成是我的认同者 或者把我塑造成 扮演成一种什么悲剧英雄 不是悲剧英雄 非常非常狡猾的那种形象 然后这个原教旨的人则是把我看成是死敌 实际上在我这个死敌身上 他们实现的是自我认同 甚至是自我的不认同 想要自我的反对 自我的取消的这样一种欲望 自我的驱逐清除的那种欲望 他被一种虚假历史使命感 所奴役着 征召着 很痛苦 你的痛苦不是我创造的 不是我决定的 不是我影响的 对原教旨小将 原教旨老将们 原教中登 这个叫何思奇 你们的痛苦不是由我创造的 不要往我身上投射 你的自我清除的 清除的去逐的那种欲望 我也不是说希望看到你们自行了断 我希望看到你们这个石头 能够回滚回来 不要离悬崖太近 能够成为铺路石 能够正儿八经的 成为对于现实有用的材料 人才 你们离人间越来越远了 越来越像鬼了 越来越像鬼了 好吧 那我就讲到这边 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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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